苗栗一名泰國女子 3月18號入境 沒想到她居家檢疫 還沒有滿14天 就搭朋友的車一路北上 誇張行徑引起苗栗警方注意 立刻到她的住所總人 計算距離違規 已經超過9個小時 但是她在3月22號的時候 就跑到台北 在整個外面滯留的時間 然後有9個小時有50分鐘 防疫緊繃時期 各縣市不得不提高警覺 但居家檢疫民眾 到處趴趴走的現象 苗栗縣已經發生兩起 這一次這名泰國女子 3月18號以觀光名義入境苗栗 沒想到居家檢疫 還沒有滿14天 3月22號她就搭朋友的車 跑到台北聲稱要辦事情 9個小時後才回到住所 事情曝光被罰30萬元 她是小於24小時 6到24小時 所以我們才罰她30萬 那在3月25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採罰出去了 新冠肺炎來勢洶洶 根據了解 這名泰國女子來台 觀光簽證直到4月1號 目前苗栗縣府將會 和相關單位討論 限制她出境 來執行或許追繳30萬元罰還 久彭志平 林維志 謝雲甄 苗栗採訪報導